星期五 不分同年代亦有不同人與視 人是甚麼 譬如看不同的歌手 不同的演員 然後視視是甚麼 kenny 這個組合 那一隊又立刻散了 對了, 做樂隊往往有這個問題 面臨的總是解散, 不是我黑心 而是歷史的成績告訴你 真的這樣走 所以現在目前 香港最熱門的Mr.有什麼打算? Mr. Hello… Hello Michelle… 各位好, 要自我介紹一下 Alan… 我是Mr.的主音Alan Hello, 我是低音結他手Dash 我是打鼓的Tom 我是結他手MJ 是, 我們是結他手Ronnie 你們五個組成Mr.一段時間 其實在很快就已經獲得到樂迷的認同 很快就已經有自己唱片之外 已經有演唱會 剛剛獲得到一個最新的 這是第二次的演唱會 這是第二次的演唱會 對, 已經是Constitute的 其實沒空看, 因為剛才剛才 剛才剛才抽到 新鮮熱, 沒錯 就是我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很肯和你們聊一件事 就是歷史告訴我 再偉大的樂隊 不知道為甚麼 總是去到某些位置 他一定要分手 偉大如Beatles、Petal 4號 他拆開也不要緊 如果兩位人輕可以做獨立 都不斷爆發 就算沒有正式解散 Rolling Stone 其實只有最靈魂的人在 其他人換光也沒問題 Mike Jäger繼續Rolling Stone 這樣就得撞 好, 看回香港 我們不要看外國了 看香港 香港如果當有樂隊以來 例如大家在60年代 我們還沒出生的時候 那裡有甚麼Lotus 即是Sam Huy 或是泰迪羅賓的 Telleromis and Playboyz 很偉大 最好是泰迪羅賓自己出來唱 Sam Huy就自己出來唱 就算溫娜和Dion 也有同樣的問題 溫娜已經是錢無古人 因為一隊樂隊只有五個人 拆開, 還有三個人繼續出唱 做獨舞 已經是很困難的 你們結合樂隊之前 有沒有想過這些東西 首先問一下主音Alan 他有沒有想過自己出來唱歌 真的沒有想過 其實香港沒有想過自己會出唱 有唱片公司會接近我們 他可以讓我們出唱 這不是有Dash嗎 沒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根本都沒有想過 所以現在已經很開心 很享受這個過程 正正是超額完成的 夢想成真 很短時間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聲勢 樂迷對你十分認同 你會見到的 不是我特意要找東西來稱讚你們 很難稱讚 再加上 你不要說禁堅是同公司 我認為譚詠麟若不想稱讚他們 他有權選擇 不要稱讚你們 不要執行 他借完了你們的大使 乾爹帶了幾個乾兒子出街 陳奕迅有權說不 所有人都有權說不 而他們都做這件事 你爭取了業內人士的贊同 接著樂迷對你們的支持 你們所有成績的表現 我就是超額完成之後 你是不是更加要想 其實我們的路是怎樣的 Dash 其實我們是… 因為最初很划算 校長說 Fank Up Party 做慈善的 找一對樂隊去玩 我們四個 當時Tom還沒加入 我們四個就躲在樂隊房 整個月 配合他十多二十個 校長的歌曲 然後改編了一首一生中最愛 加了我們的元素 找了一些外國樂隊的元素 他很喜歡 而且我一向在唱片公司 都是甚麼都做的 試過… 倒茶底水也做了 拉劫 拉劫 搬貨、點貨、資料 資料投入、市場 其實我想大家有一個前奏 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大家配合 跟公司 他知道Dash… 我當時叫Desmond Desmond是一個甚麼人 然後原來那群朋友是這樣的 我們也去過環球的 Annual Dinner表演 他還在唱歌 好像走廊歌手 他當時是K房 摺手不肯放咪 那時候應該說糟糕了 要玩甚麼歌 我們試過一首歌玩三次 因為他們在吃東西 他們在吃東西 好像沒聽過 之後我們再玩 玩甚麼 不知道 又來 再來吧 其實簡單一點 三個字已經形容到 校長對你當時的看法 這些小孩不是第一得想 他看到你對公司的歸屬感 校長是很喜歡人 對一個地方、一個環境 一個社會 他很人性 對,那種歸屬感 所以他覺得這些小孩 他經常在我們面前稱讚你們 對 真的,他會的 校長真的是校長那樣的人 我們也經常稱讚他 所以我覺得 就是因為那個歸屬感 令到他覺得 你們這群年青人 是有為的 所以就再… 剛好他又叫… 某某某輪 我和MJ是正談的 正談 叫金斜 對 校長會有三個 馬上已經有三個了 又有你的首歌 他們倆一起唱歌 那就雙輪出海 一起出海 現在就是一個美好的蜜 蜜月期已經過了 還在一個很美好的處境 那接下來 你們自己有甚麼看法 對自己的路 因為五個人是五個人 雖然是一隊樂隊 是五個人 五個人想的東西 可以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都是挺香港人的 思想是很香港人 想將我們的生活 放回音樂 接著就… 希望大家香港人 本身 希望香港人 會明白我們的心態 首先看看Ronnie 他可能大家有點誤會 他有點外國人的經驗 他很洋人的樣子 但他也拿到那六千元 你拿到六千元 Ronnie 其實不用誤會 我真的有點不是中國人 是 不需要誤會 不需要 一看就知道 肯定沒得作 沒得作不了 只不過真的可以拿到六千元 就已經解釋在一起了 很期望 很期望那六千元 你還未有六十五歲 所以還未拿到那二百元 還拿到那二百元 還拿到四月之後 下年四月 我們五個人加起來 也有三萬元 很明顯 我們知道了 他也不重要 如果反映香港生活 香港大 對香港的又是另一種 我們是在基層出身 打工仔 其實Working Class 有很多不同的 開心不開心 我們怎樣用我們的音樂 去翻譯這些語言出來呢 是我們很想不斷不斷地在不同的歌曲 不同的合作裏面做 而演唱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就是有很多家長會跟小朋友來看 這個人是挺困難的 我經常覺得 搞Bank 最難搞定家長 最難搞定家長 就是家長那一番 如果你搞定家長 你真的無往而不離 一般人對Bank的自然反應 就是教壞人 他們很粉絲 就族 可能有些暴力 性 濫藥 濫藥 那些 真的 兒子 看看你聽甚麼 好像聽甚麼樂隊 已經反映了他兒子的價值觀 所以你們覺得 你怎能贏父母回來 其實這是我們自己生活的習慣 以前我們早上九晚六上班 其實很多正常人會說 我要去喝東西 或者要去其他娛樂 但我們那時五個真的 就合Bank 所以就花了所有時間 就是去玩音樂 所以娛樂就是音樂 你也不會去 沒甚麼機會出去搞事 沒甚麼機會去接觸其他不好的事 所以當時我們養成了這個習慣 其實我們五個人 真的沒有甚麼壞習慣 所以… 因為組成的關係 Tom比較遲遲出現 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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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遲些出現 他們這四個人有甚麼吸引到你 好呢 加入他們 Ronnie英俊 我覺得… 因為… 因為香港… 你很英俊 之前我們都是玩地下樂隊出身 嗯 大家認識的 其實 因為那時就… 因為我那時組合Bank 就組合地下樂隊 很少看到一隊Bank是一個隊形 那時我還沒加入Mister 即是以前的White Noise 我看到他們已經很有隊形 不要理會合成怎樣 或者技術是怎樣 那是他們出現之前 即使那時四肯四底 都會有一部車 一起載一些樂器 我記得我剛剛組合Bank 就是… 你玩完 自己各自各打巴士 直接玩完之後 玩完之後 直接跟隊友四發… 他很可憐 他打鼓 他拿去的東西 他說因為他收拾他們的工具 然後一到台 他的隊友四散不見 一到台已經離開 很可憐 那時一開始看到很團結 覺得他們對Bank很齊心地做一件事 大家都會很照顧大家 其實那時 因為每個人都在組合不同的Bank 但我們又是朋友 我們也會經常溝通 說說大家喜歡不同的樂隊 其實那時大家玩的東西 都是不同的類型 到了某個時期 不如我們嘗試自己組合一些東西 看看能否組合 也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溝通方面 中了也不少時間 這個溝通方面 我一定要問 應該很沉默寡言 平時在家裡都是淫屍作隊的MJ M Jason M Jason M Jason 對了 你跟這麼多話說的人相處 有沒有吃力 其實沒甚麼 我習慣了喜歡聽別人說話 其實五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例如Dash 他是負責打點一切 他負責打鼓 和負責令大家開心 他在旁邊好像令人開心 我陪他一起令人開心 他負負責 他負責 你減少他負責 對 其實大家都有大家的角色 我負責好好地彈好自己的結他 其實就很足夠了 這是每個人的位置上都要的 難道Ronnie說 其實我不需要怎樣彈 因為他彈了就算了 沒可能 每個人在自己的音樂部分 都會負責 但是之後在一個隊形上的時候 現在會不會只是說表演 他人情懶暖 他看到表演完 現在玩完 他走到三級樓梯 已經不見了 人情懶暖 他怎麼感受到 所以其實是前後的隊形 或者自己的夾法 應該是怎樣才能保持 本身大家溝通上 或者生活上 工作上混在一起 其實我們已經變成一個家庭 那怎樣去維持一個家庭 其實跟大家 你要養家一樣 就是大家溝通 去了解盡量明白 爭吵是一定有的 但是爭吵吵吵出來就沒事 而且其實夾樂隊這件事 除了有型之外 開演唱會之外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最喜歡的就是 就算不用夾樂隊 都喜歡揹著結他在街上走 作狀也好 馬上有很多女生同意 我喜歡 我這樣作狀 可能我只揹著結他通理 在琴行那裡 然後弄一些東西 或者怎樣看 其實覺得那種成功感是自己 因為自己揹著什麼都不行 那沒什麼都不行 就像會彈一下東西 這樣就去玩 然後是因為我們夾樂隊的滿足感 不是說只是別人稱讚 而是我們玩出來的歌 從開始沒有人聽 變成有幾個人聽 做個表演只有幾個人看 變成十幾個人看 一邊一邊上上上去到紅館 其實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夾樂隊的價值 這部樂隊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家庭當然有起又有跌 起的時候不用說了 跌的時候又怎樣可以維繫彼此的感情 稍後繼續了解一下 音樂